当时被记录下来的一段 看样子像是一位母亲抱着孩子 这个女人目光呆滞 时跪时走 还有人从各个角度给她拍下来 这是干嘛呢 拍电影 和David的手法不像啊 就在这时候不远处的日报社赶过了几位记者 原来啊 有人爆料 这里有人为了得到捐款 不惜下跪 大概意思就是说 有这么回事啊 有个人就跪地 要那个求捐款 然后有个广州富家公子 答应给她多少钱 这样子两万块钱 爆料人说呀 这个女人之所以下跪 那是受人指使 有一个神秘的公子哥 要求这个女人 必须从广州大道跪行到天河体育中心 大概有上千米的距离吧 当然了 事不能白救 过后呢 女人能得到两万元的捐款 您看听清了啊 这是捐款 哎呦 看来这个女人是落难了 急需钱用 那天的宝宝看屁 把我给了眼来 我在网上发钱 发了那个人要我从 这里跪到体育中心去 他就会跟宝宝捐去人 就您在网上发帖 是呀 谁让你从这里跪到体育中心去 就是网上一个人 网上一个人叫你从这里跪到体育中心去 他就给你多少钱 我说你给宝宝两万块钱 现场记者很快就证实女人没说话 怀里孩子没证 这小孩很可怜 已经有一个眼睛坏死了 看了一下那小孩确实挺可怜的 那个因为很明显的嘛 他的那个脸上 那个眼睛上的特征啊 确实是 看得出来是有问题的 然后他妈妈也挺可怜的抱着他 然后走大概 可能是大概走个十来步跪一下跪两下这样 夏贵女自报家门说自己叫谢三秀 湖北荆州人 这么几步一跪啊 实在是没有办法了 这一切都是为了孩子 怀里这孩子去年八月出生 刚一下生就被诊断患有眼癌 医生说孩子一番治疗下来怎么也得十几万 对于一个农村家庭来说 这笔费用哪里承担得起呢 日子一天天拖下去 孩子的病是越来越重 病要是再不治 孩子可就没救了 这个结果在耳上 有人出主意了 咱们上网求助吧 刚一上网 谢三秀就遇到了一位公子哥 有钱 看了孩子的遭遇 这位公子哥丢卸这么一句话 这个社会不是每个人都有爱心的 你说你愿意用生命去换孩子的健康 空口说大话 谁相信你呢 有本事就在广州街头跪爬一千米 我马上给你捐两万元 留言里还有呢 这人说了 我不差钱 我女朋友的一只口红就得两万元 我问我说他猜亭 不过 不能怎么说 我认识这位公子哥丢卸 你不看法 你不看法 我认识你 你不过